我們剛好從素尚改我們擠的例子是張春仁記事 從李尚改我們擠一個蔡俊潤的記事 你要拿出證據出來 他們完全都是把21世紀最頑固最難治療的疾病 腫瘤癌症把它跟出來 一樣有做化療 但是化療後來沒有辦法救他們的命 他是用他世上改跟理上改救了他的生命 也改變了他的命運 也創造了他的灰命出來 所以我特地在今天這一段裡面 世上改我擠張春仁記事 他是一個基督徒 可是他做起來 其實也知道我們佛教徒學習 他參之死可以公錯 腦子上說所有全世界的宗教都是神愛世人 都要教化人心 都是菩薩聖賢的素現 基督教耶穌回教的阿拉 伊斯蘭教的阿拉 所有這些宗教的領袖 聖賢菩薩都是菩薩聖賢 也可以講說是觀世音菩薩聖賢 我們現在來研討這個 從世上改的張春仁記事 他是菩薩聖賢生理 他最有名的兩計畫 他說人賺那麼多錢 只是讓你駐造頭等病房 這個是真實語 這是他領悟出來的 再來你可以買下一家醫院 但你買不到健康 這很簡單的一個世間語言 裡面是充滿生命的覺悟 心性的領悟 以及對世間才社名十歲的領悟 要不沒有這場病 他領悟不出這個道理出來 一場大病讓擬強忍張春仁 抑上無藥可依的怪病 兩度輕生從鬼門關走一回 目前雖然跟病魔還在繼續在拔河 但是他對生命跟財務有深刻的體悟 對這位台灣地產擬亡大病後的生命體悟 他體悟是什麼 他說你的財務可以買下一家醫院 但是你買不到健康 張春仁所感染的是這種全世界無藥可依的怪病 他感染的是NTM 灰結合分支感菌 這也不是癌症也不是腫瘤 但是他就無藥可依 那等於腫瘤結症嘛 所以有時候你要去思考的時候 他為什麼會找上你呢? 這種疾病為什麼會找上你呢? 這個是我們佛家他的問題 抑知前世音今生受走世 當然都有三世因果在裡面 他最怕是什麼呢? 他最怕是打麻灰時間 因為止痛 因為他這個病 這個灰結合分支感菌 NTM會非常痛苦 兩個雙腿都長得這個龍倉 打麻灰的時間是他最害怕的時候 他的眉腿啊 他自身 他有一雙非常美麗的雙腿啊 他的眉腿啊 長滿大大小小的龍倉傷口 最多時候到達99個這個龍倉啊 每天都必須要清創消毒 那個因為長了龍倉以後會化龍 那那個龍倉是很痛苦的 他治不好 那護士就會來清創 就是要來用消毒 把那個倉骨 其實矽進會增長嘛 矽進會扣散 他就把那消毒 他最痛苦是那個時候 清創消毒 清創的必須擠出那個受感染的血水 把他擠出來 清創的劇痛 必須靠打麻灰才有辦法進行 都痛苦啊 他說他打麻灰打到鎖都硬了 就改打鼠西 針頭就插那個鼠西布啊 他的副作用是每天上吐下泄至少20次 就是打麻灰啊 到後來有一個副作用就是會上吐下泄 一天至少20次 張春成拼命的吃東西 因為他一直吐就怕沒有營養 一天要吃八個小時 一直吃的原因是因為你才有東西可以吐跟泄 每天就是不停地吃不停地吐不停地吸 這根本是人間戀意啊 他當時在護士把他打麻灰清創的時候痛苦到什麼程度呢 我看他那個文章形容 他痛苦到因為他是基督徒 他會拿聖經來安定他的心啊 他就會去抓那個聖經 聖經的那個酥皮 他是用塑膠做的 那個酥皮都被他抓破了 你看他多痛苦 就會拿著聖經 他在止痛的時候 他就一邊唱聖歌唱詩歌 靠著自己的力量 還有上帝的安慰 撐過那個青創的煎熬跟痛苦 聖經外面厚厚的酥皮都被他指甲抓破 你看那個痛苦的 到什麼程度啊 就在生命最脆弱的時候 他還曾經被詐騙一千多萬 你知道人家到醫院去騙他呢 給他介紹那些什麼藥荒啊 什麼土荒啊 什麼偏荒啊 你看他喔 這個也沒有業障這樣就看出 連生病到醫院去都被人家騙了 他還被騙一千萬 因為他有出版著作的書籍 出版他的書籍還跟他打著著作前的官司 讓張真准速度想要一死了出 他覺得這個人生太痛苦了 他想要跳樓自殺 他就到台大醫院的那個頂樓啊 台大醫院頂樓在那個頂樓的時候都有說圍牆 他怕病人跳樓自殺 所以他上去的時候也沒辦法自殺 為什麼全部都鎖起來 你上不了頂樓啊 他就只好每天藏一顆 脫藏一顆安民藥 他想說我一天脫一顆 因為他睡不著跟護士要安民藥 護士就給他安民藥 他每天都脫一點脫一點 這樣存了二十顆 想一次吃下去可以死掉 算是藏了二十顆 該夠了吧 最後他自己 為什麼後來會覺悟呢 他想到他媽媽 他要自殺的時候想到他媽媽 他還有一個老母在基隆 他母親對他期望非常高 他每次要自殺的時候 他就想到他母親 為什麼會讓他產生這個福報呢 笑到 就是笑到 最後這個藍智的這個無藥可醫的疾病 灰節火婚姿趕進MTM 這個病教會他捷舞 教會他懂得放下 張春子後來發現每次只要情緒不好 壓力大死 那個傷口就發作得更嚴重 這根本證明就是業力嘛 你越生氣壓力越大 這個隆倉的傷口更痛 所以呢 我把他的故事整理出來 我寫下這兩段的一個過程 體悟 體悟 懺悔改過 再來 發願 行善幫助別人 這是我看過張春子這個故事 我把它整理出來 給大家參考一下 就是首先要覺悟 就是體悟 懺悔改過 第二個呢 就是發願 他後來因為他有覺悟 他覺悟以後呢 99個隆倉的傷口 後來也好到大概呢 只剩下五個 五個傷口 我認為他能夠轉變這個業力 能夠重罪輕壽 能夠轉變成歐安 從鬼門關再走回來 我認為他有兩個 知道我們寫的地方 第一個 他的體悟 就是他的覺悟 就是 懺悔改過 那再來就是 他發願的功德力 願意尋善幫助別人 第一個 他的體悟 懺悔改過 他說 這場大病 改變了張春春對金錢的態度 過去的他 他認為人為賺錢而工作 是成功的象徵啊 但是生病之後 常常有人衝進來 向他多受各種各式各樣的產品 一直到被炸財一千萬 還遭到對方恐嚇 那一刻呢 讓張春春突然間覺悟說 錢財是萬惡的淹壽 啊 再來 改變了協會抗壓 不用生命換財富 因為他有體悟說 人生賺那麼多錢 結果只是讓你住頭等病房 他生命期間呢 他最羨慕是什麼人呢 他有兩個關照 第一個關照就是說 他常常看到他那個看護 他出去買中午便當 他在旁邊看 看路吃那個便當 非常滿足幸福的樣子 他後來才覺悟說 啊 原來一個平常人也可以 輕鬆去買一個便當回來 他當下列流滿便 他很羨慕他 因為他以前沒有注意到這個現象 他才知道這個就是幸福 這就是福報 這什麼是知足常樂嗎 他仿人間他覺悟說 啊 原來做一個平常人 可以走路 可以睡覺 可以吃飯 可以洗澡 是多麼幸福一件事情 就是 他從這個外勞 看護身上學到 要把握當下 要珍惜現有的 要支持感恩 他學會 就是這一點 他已經知道反省了 再來 他後來在捷悟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有時候 他當時離開病床 到外面去走一走 他不小心踩到那個香蕉皮 以前他健康的時候呢 他踩到路上的狗大便 或是香蕉皮 他會在現場作罵那些人 這麼沒有工作性 怎麼到處 狗大便滿地都是 害我去踩到 或者是讓我踩到香蕉皮摔倒 他會在那邊 生起一個憤怒心 誠心出來 所以他怒我共心 現在呢 他住在醫院以後 他就懂得關照跟感恩了 外勞帶他出去散步的時候 有時候還是會踩到那個香蕉皮 他說 這個香蕉皮看上我 他讓我練習我那個美麗的 美腿的這個曼妙的姿勢 因為他要滑倒 變成一個關照 後來他又覺悟了一件事情 就說 40歲以前 你折磨你的身體 40歲以後 身體就會折磨你 有時候張先生他在台大醫院窗戶 往下看 因為台大醫院的正對面 有一個捷運出口 所以那個地方很多人 進進出出 人來人往 他在窗戶那邊看 他看到捷運這樣來來往往的這些人 讓他身體會 若有機會好起來 我不再瘋狂地工作 我不要再用生命犯財物 我要好好的去利用這個人生 善用這個射身 我要好好的去做一件 有意以身心的事情 有意以眾生的事情 他開始覺悟回頭了 這是第一個 我認為他的病會好 他的療障會消除 他會重罪輕受 是因為他有體悟 因為醫藥還是治療不了他的病 醫藥我們說真要醫假病 真病無藥醫 醫生只能醫病不能醫藥 那業力是什麼 必須要靠體悟 必須要懺悔改過 念他是說 病從業績也有心照 那業力要怎麼辦 業績要怎麼辦 病有業績也有心照 那業力要怎麼懺處 要靠體悟 要靠改過 要懺悔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主題 改過 從事上改 從理上改 從新上改 那從事上改 我舉這個張春春 你看 他看到外老買便當 這也是一個關照 他反省之急 他以前踩到狗大便 跟香蕉皮 他會混怒 他現在 他關照了 他不起誠信 從事上改 他以前不太珍惜生命 他拼命的工作 為了明文立養 他現在覺得說 他要煽動他的生命 他要去幫助眾生 他不再去浪費生命了 他要把握當下了 他看到這個捷運站 人來人往的 他非常羨慕 以前他怎麼不去珍惜這些東西呢 他開始覺悟了 他說四十歲以前是你折磨身體 四十歲以後身體就折磨你 這是第一個他的體悟 再來 他的業障能夠消失 能夠重罪輕受 就是他花怨心善幫助悲人 張忠誠他希望將來賺了財富以後 他想要去幫助別人 他在他的病床旁邊 有一位小朋友也是屬於罕見疾病 那他的父親跟母親常常到病床照顧這個小孩 那他就跟同病相似的這個小朋友 就互相安慰鼓勵 那他看到小女生 父親來說喜歡發脾氣 因為可能失業在家 又加上家裡貧窮 所以後來張忠誠就有告訴那位小女生病人的 父親告訴他說 如果你要發脾氣 他當這種世間法 他說我叫你打拳擊 你發現你的那個怒氣 最後他叫他一技之長 張忠誠叫那位小女生的父親 怎麼去謀生去賺錢 他告訴他一個方法 後來那個小女生的父親終於找到工作了 脾氣也改了 你看張忠誠開始協會幫助悲人 所以他後來就發願說 將來我要成立一個病童圓夢協會 他幫助這些家裡貧窮的病童 家裡父母是醫藥會的 他要幫助他們圓夢 要幫助這些生病的小孩圓夢 其中一個小孩的願望 讓張忠誠很心疼 所以張忠誠後來就要幫助 跟他同一個病房裡面那位小女生 家中的困苦他都厭力幫助他 那這場大病也讓張忠誠協會寬容 也協會的珍惜簡單的幸福 再來是靠著自己練習氣功以及心情的調適 張忠誠的容倉傷口已經從99個降到5個 這個就是什麼 業障有消除的現象 他每天自己親創採訪當地 因為有記者去採訪 他帶著那個iPad電腦 播放輕創的影片給那個記者看 當那個籠包跟血從傷口流出來的那一剎那 他說那個記者在形容 他說慘不能讀 他看不下去 實在是太痛苦了 後來那位記者在訪問他的時候 張忠誠講一句話 張忠誠說我已經很幸運了 上帝已經讓我體會死亡了 更幸運的是他讓我沒有死掉 讓我還有機會發言去幫助別人 而且讓我還有這個機會有幸福的英聯 我還可以看到林素豪打籃球 林素豪就美國台灣華僑台灣移民的第二代 林素豪這位年輕人打籃球 那很有名在美國MBA 這就是一個基督徒 張淳淳台灣地產女王 他生了一個MTM 灰結合分支感進這個無藥可依的怪病 他最後中罪輕受也從病苦中解脫出來 得到安樂 為什麼會得到安樂 為什麼會中罪輕受 因為他體悟探悔改過 他發言心善幫助別人 這是從事上改的一個非常知道我們歇習的一個案例 我們就以張淳淳的女士作為一個歇習的榜樣